各位观众两期7月2020年6月2号星期二 感谢你收看前进大趋势的节目 台北股市今天是呈现一个跳空的开高 那创了短波的新高 不过今天的贵买中心是呈现一个翻黑的 那在我们录影的这个时间点 美国股市在盘中原先是翻黑 那在现在又翻红 那呈现一个上涨 那我想大家看到国际股市的上涨 台北股市的创新高 在这里你可能会很急着想要进场去买股票 那在今天我跟大家做一个提醒 千万不要被指数给迷惑了 那这个行情的一个看法 那为什么没有股市这么的强 而纳达克的指数呢 几乎也是涨回到起跌点的位置 在我们录影的时间点 几乎也快要这个 创了一个短期的一个收盘新高了 那为什么这么强劲 其实周报节目我们讲很清楚 最主要是来自于一个资金的效应 那为什么跟大家报告说 你不要被指数去迷惑呢 在这里的操作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你必须要有些操作的细节 什么样的细节呢 你必须要先有一些准备好 看好的一个股票的口袋名单 那你必须要透过一些盘中的工具跟依据 来协助你今天进场的一个判断 今天海北股市虽然创新高 但是投资朋友在今天可能不是一个 很适合进场买股票的时机点 在早上的9点32分 我告诉会员朋友 今天的盘中工具是呈现放量 而且卖盘非常的高 所以很多的个股投资朋友 指数创新高 你的个股有没有涨 我相信你的心理的感受是更明显的 当花我在之前跟大家提醒的台币的汇率 台币汇率的这个破底翻的一个部分 这个颈线还是有呈现守住的 我们讲完之后隔天是有呈现大扁 台北股市是有重挫 没有没有错 但是呢在最近这几天的一个股市的上涨 台币汇率又呈现一个升值 不过这个颈线有守住 你还是要非常的谨慎跟小心 那包括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筹码线的数据 4月底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过 筹码线突破50 代表市场上进场去买股的人 大多数都是赚钱的 在5月14号跌破50的时候 我提醒大家 代表在这个地方的指数的盘整 很多个股市有形成筹码套牢的问题 我们可以列举股票 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8086的红杰科 中时粉丝知道我们之前有代表没有做操作 8889附近我们有布局 然后在这一天 5月11号那一天 我请会员朋友在10.5这个地方 做获利办动作 后面跌破了月线 那我们有做出场 那这个也是在5月14号 筹码乱掉之后呢 很多的股票 其实是没有在过前面的高点的 所以投资朋友 千万不要被大盘所迷惑 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跟投资朋友 做一个分享的 那我们也可以跟大家更新一下 最新的筹码线的数据 在今天的指数虽然创新高 但是你看我们筹码线的数据 这个这个线图是往下跑的 包括下面的贵买中心的线图 也都是呈现往下跑的 那代表什么意思 即便指数创新高 但是很多的个股呢 投资朋友 今天很多的一个之前的强势个股 是往下走的 那你要非常小心 比如说像2478大益 这个是之前的一个强势那门股 所以我在周报节目跟大家讲到 现在很多的新手散户进场 新手散户进场 通常看报纸去追强势股 那这些股票 投资朋友 有些个股你反而不要去追 尤其筹码没有问题的股票 我们待会也会跟大家讲 所以很多的公司 在今天有出现假突破的一个现象 你要非常小心 这些都是陷入整理的股票 2478大益 5269的翔硕 昨天创新高之后呢 今天也是一根黑黑棒 而且是跌破了昨天的低点 这些股票要陷入整理 而且都是最近的强势热门股 那投资朋友 你要特别注意 翔硕是高价股 有非常多的高价股 在今天 都是呈现一个这种重挫的情形 所以为什么 我会跟大家强调 不要被指数迷惑 高价股也代表大户的资金 其实在现在正在做 获利调节的动作 5274的信滑 这是这阵子 非常强势的云端的概念股 这张股票 今天是反而是打到跌停板的 那6669的云端伺服器的一个围影 在今天也是呈现重挫 上周五就呈现跌破平台 那在礼拜一反弹 今天又是爆量的黑黑棒 跌破了上周五的一个低点 所以这些公司都是出现 之前就已经先创新高 然后都没再过高 往下跌的股票 而且都是高价股 所以说这边 那这些股票 我们跟大家提醒的就是 为什么我会跟大家强调说 现在你不要被指数迷惑 热印的部分也是创高之后 今天也是跳空的往下跌 这个都是出现假突破的一个现象 326的反甲 昨天的一个涨停板 大涨 很多人都很限高踩跌 但是今天是直接开低 走低 受罪低 而且是出量的 突破平台之后 今天跌回来 这个都是假突破 所以你持有这些公司投资朋友 邀请你可以加入我们LINE 那也提醒大家 很多的高价股 都是已经在上周先建高点往下走 所以为什么跟大家报告 你要去注意 操作的细节 包括像普瑞的部分 今天是跌破了月线 而且在上周创高之后 五连黑 所以这些公司呢 2345四邦 众事粉丝也知道 这个是不是我们长期操作的 5G概念的股票 那5G 云端伺服器 然后最近这些高速传输的 这个高价的股票 都开始呈现拉回的一个情形 那前波强势股做拉回 必须要下一波的主流做接棒 那如果没有的话 这个行情 投资朋友 你千万不要因为指数的上涨 然后进场去追股票 盘中必须要工具来告诉你 至少今天 它不是一个 适合进场去追股票的节奏 因为今天非常多的股票 我都可以列举很多公司 投资朋友 623年的操纵也是一样 今天盘中非常的强势 如果你知道今天的卖压很高 那当然今天就不适合去追股票 你追进去 收回到平盘 很多股票今天都是开高走低的 这个就是操作细节 在YouTube这里 点选订阅频道 订阅之后记得开启小铃铛 那才会收到影片上场通知 那请踊跃帮我按赞跟按分享 给老师一些帮助跟鼓励 YouTube都有跟大家提醒一些风险 2月底提醒大家标普500 跌破关键的3100点 形态面转弱 我跟大家报告说 3月份的上半旬会出现反弹 因为费的会降息 所以我提醒大家 在这里弹上来 你要去做减码动作 2月底我的会员应告诉会员 包括公开节目 我都跟大家讲 我建议你把持股比重降到三成一下 资金的部位做拉高 3月份的这波下跌 如果你有订阅频道的 我相信我在节目上都有提醒大家 3月4号告诉你 降息利多提前实现 建议你要减码股票 3月5号的盘中录影音跟大家讲 3100点标普500已经来了 建议你要去做减码动作 后面的台北股市跟标普 都在注的往下重挫 所以订阅频道的价值有多少 所以要请投资朋友 一定要订阅频道 更早在2月6号都有提醒大家 有卖才有钱买 建议大家去做减码 2月12号再跟大家讲一次 所以投资朋友 股票操作是有进有出 然后要去做这个资金的调控 这是非常重要的件事情 那订阅频道 我想我这段时间都跟大家做提醒 那也要请投资朋友 你可以加入我LINE 现在很多股票都出现 筹码面有疑虑的问题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扫描标签 或者是利用LINE的ID搜寻 小老鼠HNTC 那加入之后 你务必要传送贴图 我们每周都会整理 这个信用筹码疑虑名单 两个礼拜前跟大家报告的 有些股票 融資增加 借鉴增加 法人做卖出 就是信用筹码面出现问题的股票 那现在赏户投资朋友做进场 我们跟大家列举了像 这个国具 或者是像群联这些股票 那外资是在跟这些股票呈现对作 而且融資有呈现套牢 那国具跟这个群联 这些股票在节目上跟大家讲 那其实你可以看一下 最近盘氏有把这些股票带上来 但是筹码面有疑虑的话 你去做追加的动作 投资朋友其实是不会赚钱的 这段时间都是在呈现一个盘整 这个是周线图 我们可以看日线 都是呈现一个盘整 而且在月线的附近 并没有站回去 8299的群联 这两天有上涨 但是投资朋友 在今天你去做追高 他还是翻黑了 所以很多股票 筹码面需要时间 需要整理 这些公司可能就不是你现在 必须要这么积极去买股票的 一个标的 那我邀请投资朋友 你可以跟上我们行列 我们团队是有别于投顾同业 我们提供个完整服务 很多投顾导师 他只会提供给你抠讯 带你买进带你卖出 那我们额外给会员朋友 会影音 我们每周会准备这个会影音 包括会员专区里面 持股都会做追踪 投资组合每周会做准备 那盘中趋势分析 会提供给会员我们的大数据 然后哪些符合系统的股票 那这些股票跟大数据如何运用 我们在教育训练影片 其实都有教导我们的会员 那我们跟大家验证过 5月3号准备的投资组合的股票 6213联帽 2383台光店 8069元态 跟2377的维新 这是在5月3号假日准备给会员的 5月9号 隔个礼拜过去了 我们跟大家验证这些公司 PCB的联帽 会员朋友5月7号买 所以这些股票 我们是不是率先准备给会员 会员把这些股票 key in在手机的自选股 那讯息来的时候 要下单也不会急急忙忙 我们在140.5这个地方请 基优组普通会员朋友去做买进 10点26分发的讯息 11点57分有做穿价 来到139.5这是能够买进的 买进之后非常幸运 在隔天他就呈现一个发动 然后大涨盘中是接近快涨停板的 然后纪律性的操作 跌破支撑149 我建议会员没有获利了解 因为这张股票 我们原先的操作 就是建议会员朋友 作为一个区间的操作 这个我们其实在区间价位都有写 那台光店的部分 5月3号选进来之后 5月9号的那一整周 是连续新的上涨了5天 那包括像这个周报节目 跟大家更新的台光店 但上周都还有创高到 155.5这个价格 8069的元太 这个都是大股本的公司 30块附近告诉会员朋友 5月9号在周报节目 也有公开的跟观众朋友做验证 这些的系统策略股 然后元太在周报节目 上周跟大家讲 他盘中一度创高到43块钱 所以30块附近 挖掘出来告诉会员朋友 这个大股本的公司 元太的股本是多少 114亿元 所以投资朋友 要有本事跟你讲 这些大型的龙头股 这个才是真正选股的实例 所以台光店或者是元太 在上周都是呈现创新高的 投资名单里面的违新 5月3号准备给会员 5月11号请会员朋友 在92块钱这附近去做买进 9点31分发的讯息 这个都是有穿价的股票 后面的一个上涨 周报节目都有跟大家做一个验证 后面的违新突破了百元 我们沿着布林轨道散轨的策略 去做报单的动作 那这些股票都是非常强势的 在两周之前 违新一度还创高到110块钱 目前股价在月线上面 强势性的成定呈现量缩 那这张股票到底空间满足了没有 如果你持有违新的 也都邀请你可以加入我们LINE 我们在4月9号就有提前 跟大家预告过下一波的主流 所以投资朋友你看我节目 为什么我们可以跟大家提前预告 下一波主流 都是透过大数据的方式 当时跟大家讲 5G 3D感测 mini LD跟宽能系半导体 当天节目是公开的跟大家点名 宽能系半导体 3016的加金 当时股价是在51块钱 那这些股票在5月底的时候 加金最高来到74块4 这些是不是在节目上提前跟大家预告 然后后面的呈现创新高 这个投资朋友你是可以得到验证的 mini LD的经店 4月9号跟大家预告 4月13号待会没有去做买进 所以是不是先有预告才有买进 这个都可以得到验证 5月份的经店 一度涨到四十几块钱 来到禁止的位置 3D感测的一个627的同心店 119块附近 会没有去做买进 然后在5月8号那一天 他周五是工上涨停板 周报节目跟大家做一个验证 那这张股票 我们请会有没有做出场的一个证据 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了 同心店在上周 一度是创高到147.5 147这个位置 那我们也没有卖最高 但是这张股票我们并没有看坏 那如何操作投资朋友 你持有的话 你也可以跟上我们的一个脚步 红基包括像这个华硕 这个是我们在5月23号周报节目跟大家报告的 我当时告诉你 如果你要买股票 现在你要去做电子股的话 你要找第一位阶的股票 那红基跟这个所谓的一个华硕 受惠什么 受惠在这个居家办公 比电的需求 那这些股票在第一位阶都出现破底翻的现象 我当时是跟大家这样讲 红基当时股价是16块1 然后华硕当时股价是204.5元 我们讲完之后 红基包括像华硕 外资是连续性的大买 华硕今天收盘已经是214块钱了 我204告诉你 那而且我讲完之后 礼拜一还呈现下跌 你有机会买在204以下的 10块钱的价差 一张就是1万块钱 红基在昨天是大涨了5% 那今天也是收高的 这些股票位阶都很低 这些大型股能够让法人来抬轿 这个才是真正选股的实力 这个是低档刚起账的股票 那我们有设定我们的一个获利目标价 所以假设你持有这张股票的 能够让你大赚的话 那你不要只赚一点点就跑掉了 那如何规划你可以跟上我们的操作 我们周报节目是跟大家预告 分享我们在5月23号提前准备的 投资组合的股票 众达 益隆电跟广达这三档股票 那投资朋友周报节目告诉你的时候 广达是收在相对高点 然后益隆电是连续上涨了5天 还没有涨的时候 下跌的时候 在这个K线的时候 准备给会员 然后在上周连涨了5天 众达的部分也是连续性的上涨 4977的众达 今天是呈现创新高 2458益隆电 昨天供涨停 今天创新高 今天最高是115 那我们是在92块钱这附近 整理给会员的 然后周报节目是不是也跟大家讲了 我们在最新准备给会员朋友是 看好这些族群 跟面板有相关的网通 然后跟笔电我们看好的 那投资朋友这些股票 我们在今天 也可以跟大家做过验证 那请投资朋友不要去追这些股票 那这5档股票呢 当然除了我们既有看好的 华硕跟鸿西之外呢 另外这3档 3376新日新是笔电零组件 4亿跟GRS GRS昨天大涨 今天是一根中长红 整线创新高 今天涨了大概6%左右 3376的新日新 今天也是盘中整线上涨 昨天是一根中长红出去 但是这个股票 我们是在假日的时候 就准备给会员 而且新日新日上股票 本来就是我们长期 有在做操作的一个 投资组合的公司 那3596的自益 今天是在月圈附近做整理的 那请投资朋友不要看节目 去买这些股票 因为这些股票 有我们价位的规划 那邀请你可以跟上我们脚步 您可以在看完下方 这里点选箭头 下面或者申请表连结 点选连结右边表单 帮我正确填写 送出资料 你可以来体验 我们最新的会影音 那思谷解析 我们会用系统帮您看一档股票 请投资朋友 把资料正确做填写 那您也可以直接来电 我们公司电话是 02-8101-0630 02-8101-0630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操盘顺利 谢谢